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那因為時間到了我們就開始今天的這個量子資訊專利討論演講 那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中山大學物理系的那個邱奎林教授 那我先介紹一下邱奎林教授 邱奎林教授是在某一年 小大無理所畢業 畢業之後他有去當兵 當完兵之後就到劍橋念博士 那他劍橋拿到博士學位之後 然後就到這個MIT去做博后 那做完MIT做完博后之後 他就到應該是USTC 中國科大 中國科大 做了幾年然後就回到中山 那他最近他說他今天正要裝那個fridge 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白忙之中還邀請他來 那他今天要跟我們講這個 這個量子電腦Hardware 在這個固態系統的這個簡介 那我們掌聲歡迎這個邱教授 謝謝 感謝這個陳越南老師 我都叫他學長 以前我們交大的這個學長 那這個邀請 那我當然也是陳大有非常多我認識的老師 但是我今天講的主題其實不太 就是說是研究方面 我有點像是這個介紹性的性子 那主要就是介紹這個固態系統的量子計算的硬體 所以我會想從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看我實驗室website 可能如果有一些人對我實際在做的研究 我可以看一下我的website就有提到 那這個量子計算的這個體系 我們都知道就需要一個這個量子計算機 我們需要一個兩能級系統 來做一些操控 那一個二能級系統呢 你可以是實際的原子 你也可以是人造原子 人造原子呢 只要是你在這個quantized level上 能夠有兩個分力的系統 你基本上就可以創造這樣一個體系 那比如說超導 超導就是用一個quantum的loc resonator 它就有一個這個分力的能級讓你去操控 那量子點呢 一般我們都是用這個自旋的能態 一個簡單例子 就假設你一個量子點一個能級 你可以裝電子進去 但電子自旋上和自旋下 它其實會佔據不同的這個能態 如果你有加一個這個黎曼廠破壞它的這個 所謂的對稱性的話 OK 那還有一個系統比較特別叫做 topological qubit 這個好像沒有 對還有一個叫做topological qubit 它這個用的 這個用的方法比較特別 但它有一個優勢就是 你的任何這個量子體系 都很容易跟外界交換能量 造成你的這個 你想要它指上某一個tide 它卻慢慢的就消散 你就好像有一個箭頭分身成這個 無數分身 你就不知道它指向哪裡 但這個top量子tide呢 它是 它可以在我們這個 比如說一般體系的做這個gate交換 這個gate operation 它的操作方式是 你只要把兩個particle一直交換 一直交換 它就相當於做了這樣的gate operation操控 那這個交換 只要你兩個particle離得很遠的話 它其實就不會有這個decoherence的這個 這個這個結果發生 OK 那在一般的光學系統 比如說這個travel ion 比如說光學類原子系統 travel ion 它其實是一個帶電的一個原子 那你可以就是把它用光啊 或用電池把它操控住 把它囚禁在一定的區域裡面 然後你再用光 就是光學激發一樣 那還有這個mv center 其實有點像把一個自選體 放在一個純淨的環境 你同樣也是用光操控它 然後coded atom就真的原子 你可以用optical treasure把它排成一系列的陣列 像這個havel有一個很有名的looking教授 就是做這方面 OK 那當然我們今天會強烈著重在這個 我會先從半導體量子點的spin qubit 講起到這個 到這個超導 qubit 然後最後再到tobological qubit 我會做這樣一系列的這個簡介 好 那一個量子點的qubit呢 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想像它有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這個 只要有兩個分力的能态就好 那有一種叫做charge qubit 就比如說一個電子佔據在左邊的量子點 還有一個電子佔據在右邊的量子點 那你問我說 為什麼這兩個會有能量上的差異呢 如果我沒有apply任何gate voltage的話 它確實沒有能量上的差異 但假設比如說我今天在這個 右邊這個量子點旁邊有個gate 我加一個電壓上去 那我一個電子遠離它靠近它 就本來就會有一個能量上的差異 所以這個就叫charge qubit 但charge qubit是一個很fragile的qubit 它非常容易跟你的環境啊 有一些這個電偶合的 你有一些charge fluctuation 你的能量就會一直在跳動 所以這個就會對你的這個 應該是t2吧 造成一個很大的影響 這個z component的那個跳動 那當然還有spin qubit spin qubit呢 也可以很簡單的就是看 以歷史上來看啊 就是一開始也是在一個single condon 達成它就是 比如說我這兩個量子點 在沒有加磁場的時候 它的這個 這個量子點在沒有加磁場 它兩個這個自旋上自旋下的能态 是減併的 但我一旦加了一個磁場 它能級就分開來了 那我同樣也可以在一個 雙量子點 double condon 裡面做一個叫做single a triple a 這個splitting 這個single a triple a splitting啊 就是一個叫做用j coupling 等一下我會舉一個例子 我們在操作這個2 qubit gate 這個j coupling就很重要 它就可以讓我們用這個 這個這個 就有點像你把兩個能級帶進 它就開始有一些能量交換 你就可以開始有一些 這個ruby acceleration的這種動作 那你不想要它交換 你就把能量把它拉遠 OK 這是j coupling 最後triple condon 大概有一個叫exchange the interaction 這個今天我倒是不會講到這邊 OK 那麼很簡單看一下這個 各個量子點的這個進程啊 事實上早期啊 我們常用這個gainting arsenal 但gainting arsenal是一個 它是一個你的gate可以排得很遠 你的gate可以排得很遠 你就很容易confine這個charge 但是在silicon裡面啊 它的effective mass 跟那個gainting arsenal是很不一樣 你的gate就需要弄得很近 所以這個在fabrication上 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大難度的 所以gainting arsenal它的缺點就是 它是一個很重的原子 它的核自旋很強 你這個spin cube會非常容易 受到這個核自旋的影響 所以你的decorant type就會變得比較短 這是被材料限制住的 在silicon contenta 它是一個相對比較輕的一個原子 所以它就是在這個spin的resention time裡面啊 就會 基本上會比較有優勢 但是就像我剛剛說 它這個device publication上面難度 事實上我的印象是到2014還2015年 那時候才慢慢有一些工作出來 然後真的要到一個大躍進 大概就2017年那個時候 那一年我剛好有遇到Jason Peta 還有Liven-Bendespen Liven-Bendespen這兩位 算是量子點的非常世界知名的學者 他們兩位在那一年都發表了很好的文章 一個是在silicon裡面實現了這個 這個2 qubit gate 這個篇文章我等一下會稍微講一下 就是一個sinar gate 在silicon功能大裡面 然後Mendespen是在這個量子點系統裡面實現了 三個簡單的操作 就是dj algorithm,global algorithm 兩個簡單操作 Sorry 就這兩個algorithm 在它的雙量子點裡面實現 那最近我倒是比較沒有follow 但是在那個時候大概是這個2 qubit gate 大概是在98個這個fertility左右 然後在去年有一個hot qubit 它是在一個相對1.1k的溫度裡面 實現了這個2 qubit的c rotation 然後gave for deity 1 qubit gate到99 2 qubit gate到86 那這個當然是比起超導體系是還不足 超導體系都有到99.9幾 single qubit gate 甚至2 qubit 但是這個 但它的優勢就是說 假設 我有時候會跟人家說 我覺得量子點在等一個巨大的突破 它假設突破比如說到4 qubit 我認為它上去也許就不會這麼的慢了 但是現階段來看它確實是稍微慢了一點 比起那兩個Ion qubit 還有這個single qubit 它確實是就比較慢一點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 我覺得我不想只講大趨勢 我想講一些比較fundamental的一個物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以一個single qubit 而言 你要怎麼來做一個read out 我就用一個single qubit 大的一個spin qubit 來做一個例子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這個東西啊 其實是你加在某一個gate裡面的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double qubit的樣品 但是我用 我拿來借用一下 就是你就假想它只有一個single qubit 然後它電流是從這邊進來這邊出去 OK 那這邊呢有一個 這個金屬啊是一個gate 它有點像你在水上面吹氣 你把下面水會吹出一個nano channel來 它就可以 它這邊的這個nano channel 其實是會受到這個庫輪排斥力 所以你這邊的電子越多 佔據越多電子 你這個qbc的電流就會越少 就有點類似這種感覺 所以呢我這個圖呢 就是在測量這個qbc的電流 就是這個nano channel的電流 然後呢我這個qbc電流大小就反映在我這個 這個量子點的占據鈣裡面 好假設我今天有一個量子點 我加了一個磁場 它的這個spin鈣被分開來 也就是說它有兩個空的spin鈣 本來是減併在一起的 現在有兩個 那我把這個 我加了一個gate voltage呢 把這兩個鈣往下拉 它一拉下來以後呢 我填入一個電子 我這個電子呢 有一半一半幾率 可以填入在spin down電子 或spin up電子 但它能量是不一樣的 那我要怎麼知道 它是處在哪一個電子呢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把它拉 把這個兩個能級 再稍微往上拉一點 拉到這兩個能态的中間來 假設啊我是處在這個 我是一開始load在這個spin up電子 我把它拉到中間來 事實上這個過程啊 我這個電子還是tunnel不出去的 所以你的qbc啊 其實是一個水平線 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 假設我這個電子呢 是一開始被我load在這個 向下的能态 它啊就會跑出去再掉進來 就掉到一個比較低的能級 那當你這個發生的時候 我這邊就從 有一個電子沒有電子 再回到有一個電子 所以我的qbc啊 就會產生這樣一個 這個叫做bump OK 一旦我看到了這個bump 這是實際的數據 一旦我看到了這個bump 我就知道我的電子 是被load在這個态 OK 所以我現在可以怎麼做呢 我現在這個是我讀出的一個方式 那我順便再講一個 你怎麼去測量 假設我的電子是處在這個 這個自旋下的tine 它要花多久的時間 才會relax到一個自旋上呢 這個我們叫做t1 也叫做spin relaxation time OK 你一個做法是呢 你可以呢 你可以呢 在這邊你就等久一點 這個叫做waiting time 在這個區域呢 你load進來以後 你就等久一點 那你等久一點 等到夠久的時候 這個佔據自旋下的電子 最終就會relax到自旋上的電子 OK 當這個發生的時候 當你這個tine已經夠長的時候 你把它拉到這個區域 你怎麼看它都是 它都是 你量到都會是平平的這個QPC的電流 它已經不再有機率佔據到這個自旋 這個比較高的能級了 所以從這個spin down的fraction 就是測到這個 測到這個 測到這個東西 就是你基本上就一直看這個bump出現機率 怎麼做 很簡單就是 你改變很長的時間 然後做一次測量 看這個出現機率是多少 你就一直去算它出現機率 當你這個時間很長的時候 你再也看不到這個bump 因為它永遠都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永遠都沒有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把這個spin realization time 就用這個方式 所以readout和這個測量t1,t2 其實是綁在一起的 你要知道你的tine 處在哪一個狀態 你才有辦法去測量所謂t1,t2 有沒有一個電子跳動 有沒有一個電子跳動 對,沒錯 就看有沒有charge 一個空能大 在這邊就是我們用charge 這個是讀charge 但是這個charge的資訊告訴我們spin 也就是說這個出現了 就代表它是佔據這個spin time 這個沒有出現 就代表它是佔據在這個spin time 所以是用charge的訊息告訴我們spin的訊息 對 對 這個叫spin to charge conversion 就是,對 反正你就藉由charge 讀不讀得到 然後來看它 在double曠擔大裡面也可以這麼做 你有一個 張老師您聽過這個spin blockade嗎 對spin blockade很好 聽過這個就很好 聽過就是說spin blockade它有一個三角形 有一個被blockade的一個電流 你如果改變夠長時間 那個電流也會慢慢就變到很高的值 那個也是同樣的一個道 那今天我是用個最簡單的 我相信這個應該最容易被理解或是被了解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然後呢 事實上在double曠擔大 你同樣也可以用一個charge qubit 但是我這邊就不講了 它同樣也是一個01和10 就像我剛剛說一個電子在左邊 這是10表示 一個電子在右邊就是01表示 那它這兩個電子如果能tunnel 你就會有一個tunnel coupling 產生一個gap 你就可以去操控 你可以產生Rubby acceleration 這是charge qubit的部分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最多人做的是spin qubit的部分 這邊就是會講到一點這個 這個spin blockhead的這個現象 spin qubit蠻複雜的 我如果要講到你們知道這個圖 如果沒有背光的人可能要一段時間 但是其實你可以不用管那麼多 這個圖就是能量圖 就是能量圖 它其實就是你看這個se就是singulate 表示一個電子在左邊一個電子在右邊 然後它們是形成一個自選的singulate碳 然後呢這個AAA也是一樣 一個電子在左邊一個電子在右邊 一一它形成一個三重碳 就是上上下下然後上下加下上 所以是這樣 然後你如果加磁場呢 這個一條藍線會變成這三條藍色的這個線 然後這條黑線會變成 事實上會變成也是會變成這個 也是會變成兩條線 可是它這邊呢打開了這個tunnel coupling 它這邊交線的部分 本來是應該這個橫線一個斜線 但是這個交線的部分 會被一個anti-bonding的這個過程出來 然後呢我們最重要的其實是利用的就是 我這邊沒有畫出來 就是其實利用這個singulate的這個 這個往下彎的這個tie se和s02形成這個混層tie 還有這個triple-tie的這個01tie 我可以用detuning 比如說把這兩個tie 事實上我的qubit就是用這兩個tie在操作 我可以用detuning讓這兩個tie能量很接近 它們就可以做能量交換 當我不要它們做能量交換 我就把它們推圓 一個會在這麼低 一個會保持不變 一個會在這麼高的地方 就是說我上一張圖應該有畫 就是這個東西這個j 它是可以用detuning來操控的 就是這個區域的runing ok所以呢 這個東西啊 我就很概念性的講一下 就像剛才那個 我跟張老師說的這個spin bracket 可以講起好了 你當你這個 當你有一個double-compenda 兩個量子點的時候啊 你這個se和te 它的這個能量是接近的狀況下 然後你這邊有一個s02 所以你如果source這邊比較高 drain這邊比較低 你永遠可以跳到一個s 你永遠可以跳到一個s01 然後跳到s02再跳走 但這邊卻不一樣 如果是你是這個 不好意思搞錯了 你這邊有一半的機率啊 如果你是處在t11 你就跳不到s01 但這個如果是倒過來呢 這個source比較低 drain比較高 你先跳到s02 那永遠有一個s11 在這邊等著它 它就可以跳走 所以這個case啊 有一些機率會被電流被禁止的這個區域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電流 這個三角這個量量東西就代表電流 那這個三角形就表示 你在這個窗口下 它允許的電流範圍 因為這個都是這個gate voltage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有一段區域 它是電流是非常小的 就是一部分 它電流是被禁止的 這個叫做spin bracket 那同理呢 這個 就跟剛才那個single contenta 的case很像 假設你今天先initialize 在一個這個 上面這個圖啊 是這個detuning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gate voltage 下面這個圖啊 就是qpc 有點像剛才那個single contenta 那個qpc 你可以先initialize 就開始在一個state 在這個比較高的狀態下 然後呢 你下一個呢 就掉到這邊來 你掉到這邊來以後 然後這個 這個 同理也就是說 你可以占據這個1 或者是占據這個是0 所以 占據這個single rate 或triple rate都可以 然後呢 你再把它 你再把它推高 你再把它推高 OK 那如果說呢 你這個占據是single rate的話 你會跳到這個s02 所以 假設你是這個single rate e和single rate 02之間跳 它就是你gate怎麼跑 它就隨著你怎麼跳 但是在這個case呢 假設你剛才在這個前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是load到這個AAA 那你把它 你再把它推高的時候 假設你去AAA 它就跳不到s02 所以呢 這右邊的這個電子會是只有一個 所以它的這個 它的電荷還是這個11tide的這個電荷 它就不會變 好 那同理 你就記得這樣子 你同樣是在這個區域裡面去等待它 這個區域裡面 你就讓它這個在load的進來的時候 在這個區段裡面去等待它 當你等待夠久的時候 你就會 你這個tee就會 你就會看不到這個tee的tide 這也是一個charge readout 你就會永遠都看到這個see的tide 我沒有秀圖啦 但是在這個概念上 就跟剛才我介紹的那個single quantity 就有點類似 好 這個是這個double quantitydide的這個readout操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 quantitydide怎麼做一個gate operation 假設你有一個量子電腦 你有一個量子點做的量子電腦 我要做一個2qbcna gate 這就是我剛剛說 Jason Peta他們在2017年做的一個工作 OK 那這個東西呢 有很多這個 這是一個seek的量子點 你同樣是在這下面confine你的一個量子點 那這個工作是怎麼做呢 其實 他是打一個微波到這個地方 然後你就可以 看你的這個微波的這個 這個能量跟哪一個量子點契合 你就可以對某一個量子點做一個 做一個這個tee的一個轉動 好 所以我們先來看這個能量圖 這個能量圖 做這個2qbcna gate 有一個很重要的操作 就是你要打開 你要打開或者關上這個jcoupling OK 當你沒有jcoupling 當你不想做這個操作 你就把這個jcoupling關上 當你想要做這個cna gate操作 你就把這個jcoupling打開 那這個打開 就像我剛剛這個圖一樣 你就做一個detuning 比如說在這個區域j就是0 在這個區域j就可以被你打開 OK 那他這個前期準備工作呢 其實就是先打一個這個 先打一個這個微波 把這個左邊這個荒登大 準備在這個向下的這個tie 就spin down這個tie 然後再打一個微波 把右邊這個量子點呢 準備到一個這個 就是一個向上的這個tie 看你是要準備成哪一個 你可以準備成下下 你也可以準備成這個下上 OK 這個看你要準備 你如果這個cna操作就是 這兩個tie 所謂的一個這個control nugget 就是說 這個做量子資訊的老師 應該就非常熟悉 就是你右邊這個control qubit 會決定你左邊這個tie 要不要翻轉 當你右邊這個tie control qubit是0 你對左邊這個qubit完全沒變化 就變11 10變10 你右邊這個tie如果是1 你就會把它翻轉 你就會變成11 大概是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呢 實際上呢 我們就是 把這兩個tie 準備到我們要的tie了之後呢 我們呢 我看一下 這邊 OK 然後下一個 下一個我們就打開這個j coupling 我就打一個detuning進來 然後讓這個j開始打開了 打開了怎麼樣呢 我這幾個能態 你就可以把它忘記了 它變成一個新的能態 變成長這樣 這是new level when the j coupling is on 好打開這個能態以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新的這個 這個上下這個能態啊 我在打一個綠色的微波 它就可以被我excite到上上這個能態 但是這下面這個東西呢 卻沒有辦法 被這個綠色的這個微波給excite 所以這變成一個篩選的過程 也就是說在我打開j coupling以後 我打一個適合的微波 我打一個這個適合的藍色微波 我就可以啊 把這個tie成功的翻轉 本來從這個下上變成上上 也就是說 我這個 這個右邊這個control 對 右邊這個control qubit 成功的控制了左邊這個qubit 那如果你是下下這個能態 它不會被這個微波驅動 它就保持在原本 所以你兩個都是spin下面 spin down 然後這個chip可以翻轉 那你在這個 你在這個時間完成的操作 就叫做一個cna gate Gate operation time 在這個case大概是 100多個nanosecond左右 ok 所以這個是就是我們量子 量子qubit常在用的一個 這個操作 在超導量子比特也是 但是我是用一個量子點來做一個例子 ok 好 這個就是做一下對應 control qubit就會翻轉了這個 就是由下變成上 這個這個的話呢 那就沒有就不會改變 這個是下的話 它就它就是下 仍然是下 就不會改變 ok 顏色有點亂 但是大概就這樣 好 那我最後再講一下 其實這個量子點 那些量子點 是就是gate define 是一個很容易控制 但是還有一些量子點 它是用一個 有點像你把一個原子直入到你的一個系 到那個系裡面 然後你這個直入的原子啊 其實就 就是不容易受到外界的這個勞動 而且它 它這個就像一個 事實上就生的是一個人造 是一個真的原子 而不是一個人造原子的那種概念 所以它在這種體系裡面啊 你可以達到這個 比如說 coherence type C2 CPMG是一個對 coherence decoherence 操作的一種旋轉 它可以把一些環境的這個 decoherence把它都消除掉 它可以達到30秒 那甚至這個gate fidelity也是非常高 那事實上 有一個工作是這個 這個以前在澳洲做出來 這個Michel Simons 就是 Jo Martinez 現在就是過去訪問他這個組 他們就是做了一個這個 Double Contenta的操作 然後這個gate operation type 到一個nanosecond 這個是我查文獻 查到目前最低的一個 最少最短的一個 不管是超到體系或什麼體系 我好像沒有看到比較更低的 就是一個非常快的一個gate的操作 對 那當然還有其他 不只 這個是用0原子 這兩個是用0原子 這個是用 這個是用 這個是用另一個原子 我不知道有沒有寫 但是用另一個原子 但是反正就是 就是真實的原子 這邊是寫兩個quepid 這邊是寫兩個quepid 應該有兩個quepid rechange gate 對 這應該是2quepid 對對 fidelity 90% 2quepid的gavefidelity 對 2quepid的gavefidelity 還是沒有到說 就是說99 但是也是相當不錯 對 這個講者 我有可能會邀請他 有機會來給talk 有機會大家 如果有興趣可以跟我講講 我會把talk的資訊分享 OK 所以 這差不多就是量子點的部分 好像走得蠻慢的 但沒關係 我們就看有多少時間 這個是 然後我接下來就講 一個超導量子比特 超導量子比特 我不知道各位 可能這個是最常 這個google IBM都是用這個體系 如果相信這個中心 應該也常邀請這個領域的人來講 但它基本上就是利用一個quantum lc resonator 假設你這個lc resonator 這個LR 一個inductor 它是一個linear的 就一般的inductor 你會產生一個這個 equal spacing的能級 OK 但是這些能級都是equal spacing 你很難去操縱 獨立的兩個two level system 但假設你把這個inductor 換成一個josen junction 因為它有一個非線性的效果 這個sci-fi 這個東西出來的話 你帶進去你的電感就會呈現 跟你的這個相位就呈現一個 非線性的這個東西 然後呢你再去把它擠的這個量子能級 你會發現它能級就不會一樣的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最低的兩個能級 來做當做你的two level system 來操控 OK 那 這個基礎我就跳過去 那它的超導的優勢呢就是 它也是CMOS compatible 然後它的這個所有參數 我電容要做大一點 我就把兩個電容板移遠一點 我的JJ要做大一點 我就把那個josen junction 它其實是一個垂直的josen junction 像這種東西 我就把這個josen junction overlay面積做大一點 它就完全都是 全部都是可以用這個lithography來掌控 然後它的這個 你也可以控制它的那個能量 就在4.8 那就是我們一般microwave的commercial equipment 就可以操作範圍 那它這個一定要冷 除了它必須要操導以外 也因為本來量子比特 你就不需要它跟能量 外界能量有交換 所以本來就是要越冷越好 然後它這個harmonicity 就是你的這個 你這個最低和這個 比如說你這兩個和這兩個能級 它有點接近 這個在某些情況下不是太好 也會有些leakage to the higher excitation level 那當然這可以經過一些qubit的設計 等一下我會講一下 來把它改善 OK 那事實上我可以從這邊接著講 不好意思 因為我這個PPT有點倉促 所以內容OK 但是有時候會跳 所以我乾脆用我自己想要的順序 OK 所以事實上 這個超導量子比特 它有幾種不同的形式 比如說最早 其實你就是拿一個 這個叫做Cooper Bear Box 你的這個電容 會非常小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的這個 Jocelyn Junction 把它放在一起 但是就是因為這個電容很小 你一個電荷勞 一個電荷勞 就會對它這個所謂的鋼能極的跳動 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它做一個大電容 它就是叫這個Transmon 就是一個很大電容 你電荷勞動 就不會對你的2QB能極造成影響 那Transmon 又有兩種 一種是2D的 一種是3D的 3D的你就真的放了一個盒子進去 你的微波就被限制在你這個震盪的磨的中間了 這個清華的那個林彥祥老師 是這方面的專家 然後2D的其實就是我們一般最主要做的這個 等一下會有圖 等一下我會秀那個Google的那個 那個量子優勢的那個paper 還有中科大的那個主充之 就是他們都是2D的 那像Google最早是用這個 臨近臨近的偶合 你兩個QB 那當然還有這個Loop-based的QB 像我們自己也是做這個Loop 你做一個Loop 你就可以調控它的磁通量 也就是說你的那個QB能極 你就可以調控 用磁通來調控 當然有些Flox Qubit 你可以有一些JJ 你有一些Flox Union 你會有很多很多的JJ 它的不同 它的這個 有不同的這個物理意義 但是就是說它可以增加你這個 0和1和1和2能級之間的差異性 也就是說不容易造成這個 能太的這個太的這個洩漏 OK 那這個是QB的種類 那QB如何偶合呢 又有幾種幾個比較常用設計 最早Google是用臨近臨近兩個偶合 那假設你要交換這個QB和能源的QB 你要先讓它偶合再讓它偶合 這樣一直偶合下去 你才能夠交換得到 那後來呢這個 這個又改成這個所謂的這個臨近偶合 就比如說一個QB和附近四個QB偶合 然後產生這個能量交換 都可以允許能量交換 那比如說像這個浙江大學呢 他們是用一個空洞bus 把所有的QB都拉到同一個地方來 一起偶合 這個有這個entanglement的優勢 你要讓幾個QB同時可以talk to each other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串腦也會很大 你這個串腦也是相對你要犧牲的 但它在做entanglement 所以這一片是做一個 好像10QB的entanglement 如果沒記錯的話 它就是用這個方式 用這個偶合方式把它做起來 好 那這個樣子 這個超短量子比特 它也是有這個 也是一開始很低的 就比如說0.2個 0.2microsecond到2microsecond的這個 這個coherence time 然後來到近幾年 你可以發現它QB數上來 然後這個 A gate for deity 比如說1QB gate是99.9 2QB gate是到99.4 這個都比量子點還要高 這個都比量子點還要高 這個 Single QB gate輸那種 Ion 那個所謂 那個atom的implantation 但是2QB gate還是比它們高 然後後來呢 就是IBM也創造了一些raw map 它想要做這麼多個QB 事實上這個 就是說今年的話 就是這個 中科大他們也成功的操控了一個 叫66個QB gate他們叫主通知號 那 IBM它還有一些這個 從這個social media放出來的消息 可是還沒有說真正的 比如說公開給人家看啊 數據啊 測試那種 OK 所以我這邊來稍微講一下 這個 所謂的這個Google的旋靈目 Sigma還有這個 這個中科大主通知號 這個是在2018年吧 我記得 的這個所謂的 就人家說像萊特 萊特兄弟第一次飛機 就第一個去掩飾了一個 這個量子隨機電路 它這個實驗室做什麼 我可以很口頭很簡單講一下 我們量子的這個操作 都是一個矩陣對不對 假設我有一個很多QB 我做了 我放了很多gate 這每一個gate都是一個矩陣 我為了要把這些一堆QB 做了這些矩陣算出來 這需要一個非常大的computation power 但是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個QB數越來越多 你放這個gate的深度越來越多 這個計算量是非常非常大 大到某一個程度 就是你的古典電腦完全沒辦法去算 你就是 你就會被它擊敗 就是你這個量子 量子的一run 跑出來的結果 你告訴我 它其實有點像機率波分佈 假設我這邊有好多個QB OK 那我可以算這個QB 處在零碳液態的機率 假設是某個機率波好了 我就隨便畫一下 古典要算出這種機率波 是非常非常困難 但是你量子 你這個量子一跑出來 這個機率波出來 你叫古典你去畫出一樣的 事實上它是很難做到 他們就是用這個東西來去驗證 這個叫做一個quantum supremacy 或是那時候叫做量子霸權 就這樣一個東西 那在今年的這個中科大 他們事實上連發了兩篇 第一篇是56個QB Auto66個 然後最近發了一篇 我還沒follow 我還沒時間看 他說是主充之二號 這個是我一個多月 還兩個月前給的talk 我就只dop配到那個時候 那事實上 這都有一些很先進的技術 事實上是外人不得而知的 就是配合也不會寫 我曾經有問過Joe Martinis 一些這個paper的細節 他也說有些事是不能講 那這個就是說 所以就是我們只能從一些 比如說YouTube talk 這其實是從YouTube talk上面拿下來 這在他們paper也沒有 所以就這種細節 你可能只能就是說 他們願意透露多少 那其實中科大蠻像有點在 在copy他們的系統 就是你看到的這個實字 在這個google裡面這是一個qubit 然後這個藍色的呢 就是一個coupler 等一下我會講這coupler是什麼 那在中科大主充之裡面呢 是圓圓的這個是qubit 然後這個線 這個線是coupler OK 然後他們的設置都很像這種 這種設置 他們有個目的要run 叫service code 做一個error correction的這個 將來他們想要做的事 所以一般的geometry都是這樣子 那這個兩個qubit之間 就像我剛剛說 你可以用臨近臨近偶合 你也可以用這個電容偶合 那你看是要臨近 還是要跟附近的 它這邊呢是直接用個qubit 當作coupler 這個qubit 是一個flux 這個coupler 是一個flux tunicle qubit 那它用這個qubit 來當作一個能量的交換的媒介 那主要你如果看一下這篇paper 它這邊就有寫到 你可以把這個電容偶合換成一個 這個locresonator的這個偶合器 也就是說可以是一個qubit 如果你這是一個josen junction的話 OK 那事實上呢 你可以看這篇理論paper 它這邊就有做這個model的這個理論計算 你基本上就會有一個這樣的region 你可以 這是那個coupler frequency 所以說你可以調控 那個中間那個qubit 它的frequency 你可以把這個偶合整個關起來 這個g就是這個qubit 和qubit之間的能量的交換的 一個強度的參數 你可以把這個coupler frequency 關起來 對應到實驗就是這條線 這邊幾乎沒有任何rubic acceleration 這兩個qubit 完全沒有跟一起對話 你沒有看到任何鈦轉動 你可以到一個這個偶合強度有 但是很弱的 就是這一個區域 它的這個rubic acceleration就非常慢 你要很長的時間 它能做一個鈦交換 這個區域就是一個很強的 strung coupling regime 就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這個線非常的密 就是你把這個調到這個區域 它兩個qubit 就會做非常強烈的能量交換 ok 所以你就可以做這樣子的這個 這個算是一個偶爾的操作 用qubit來當作一個coupler ok 那這是參數的比較 這事實上 這個中科大說實在的追得很快 說實在的是非常驚人 他們這個就是說 這個是在simateness的情況下 就是所有的gate operation 都打開的情況下 測的這個gate operation rate 的這個error rate 事實上都可以跟google比肩 那現在應該也可以說 這個Martini 事實上就是審他們paper的人 那他那時候給的評價也是非常不錯的 他們是真的能夠做出來 因為這邊已經發表了 所以就應該ok 好 那就是一些新的進展 就是世界上還有一些組 比如說比較基礎科研部分 他是用tantalum 一種超導金屬 不是用鋁來做這個超導的共振槍 然後他們也成功把這個T1都 這片是Princeton做出來的 是0.3ms 那後來有一篇是 中科院物理所做出來的 對應該就這個 他們是做到0.5ms 這是也是幾個月之前的 那IBM他們聲稱 在Twitter上他們說 他們做出一個1ms 但是還沒有任何消息 這個也是 我那個時候看 這個過後不久我抓下來 後來好像也沒有聽到消息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放出來 那所以說就是有這幾種方案 尤其是tantalum 它似乎是一個新的可以嘗試的材料 那還有一些這個 也是超導量子比特 但比較特別它是用一個半導體 代替的中間那個aluminum oxide 那你可以用奈米線 你可以用2DG 可以用graphine 甚至我自己是用tabological material 你就可以做一些這個類似的這種 用gate tunable的這個qubit 它仍然是超導qubit 但是是一種可以用gate 來調控它超導體 它這個超導qubit的一些能量的 一些參數的qubit 那同樣它可以達到這些數值 這其實都非常的低 所以是比較 在fundamental research level 這個當然是 還不能說可以拿來用或怎麼樣 這是比較困難 好 那我最後其實時間也不多 剩10分鐘 我來講一下tabocupid 一個概念上的介紹就好 就taboc 大家聽到taboc 第一個就是taboc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taboc這個東西 我想我來做一下解釋 tabocupid其實就是 這個orange 假設你把它想成黏土 和這個碗 你也把它想成是黏土做 它們兩個其實是等價的 但是這個甜甜圈和這個杯子 如果它是黏土做 它也是等價的 但是這兩種東西啊 卻是拓譜不等價的 假設我今天在甜甜圈裡面 塞一根無限長的棒子 我叫你無論如何 不能把這個棒子移除掉 你是沒辦法把這個 黏土做的甜甜圈 捏成這個碗 你是辦不到的 在數學上告訴我們 你如果用一個叫 Gauss-Bernet theory 你去做一個這個叫 Gauss curvature的東西 比如說對一個球體 做一個積分的話 這Gauss curvature 對一個球體是這個 1除以R平方 然後你對一個這個球的球面積 是4πR平方 4πR平方除以R平方是4π 4π除以2π 這等於2 2的話這邊對應到G就等於0 也就是說對於這樣的東西啊 你會得到一個G等於0的一種數字 這個數字就描述任何 你對碗做積分也會得到G等於0 而你如果對這個甜甜圈做積分啊 你會得到這個G等於1 應該是G等於1吧 我check一下 但是不同的一個數字就對了 那這兩個東西 用數學上告訴你 它是一個不等價的一個拓幅體 那Tunstall在寧泰物理學啊 也有一個很有趣的分類方式 我們說分類方式好了 事實上 拓幅物理學是把很多已知的材料 發現它的拓幅性 做一些拓幅的分類 你可以把某一些材料都叫成球 它們都帶有一些球的這個特性 把某一些材料都把它叫甜甜圈 它都帶有一些甜甜圈的特性 用到一些數學我就不多說 如果這個高斯 所以這個Berry curvature 和這個chain number Berry face Gery curvature 這個chain number 之類的東西 你同樣可以做 對這個系統這個材料的 這個hametonia 做一個計算 你就可以得出 它的chain number是0 假設是0的話 它是一個trivial的insulate 它是一個平凡無奇的訣言體 如果是N等於1的話 它是一個topological insulate 它本身是訣言體 會隨著你傳輸的方向被鎖定的這種東西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trivial上可以分類 這個材料上把它分類 那這種trivial性其實是很堅韌的一種東西 我如果沒有重大的改變這個材料 本來的比如說這個間接狀況 我是無法改變它的trivial性 我把它所謂加一點壓變點形 這個它的trivial性都不會改變 它球就是球 甜甜圈就是甜甜圈 我沒辦法把它做一個更動 那這個trivial性呢 事實上 我現在講的這個例子 叫nonabinium 它就是跟這個trivial性是綁在一起的 它是除非你對這個例子做一個 就是在這個case就是把它靠近 不然你任何的這個微老 對於trivial性 比如說你把它一捏 你把它一加壓什麼 它都不會影響到你這個交換性的結果 那這種特別的例子叫nonabinium 它跟這個bossom fermium交換 要嘛沒帶負號 要嘛帶負號 要嘛一種quasiabatic 它產生一個face 但事實上你把它做根號 它其實還是不變 不一樣 它交換你把它正交換 它反交換 它事實上可以得出不同的態 在數學上來看 它其實是一種矩陣的形式 你先把這兩個交換 再把這個 你先把2和3交換 再把1和2 你先把2和3交換 再交換1和2 跟你先交換1和2 再跟交換2和3 矩陣哪一個先程是有意義的 它不是你隨便可以變動的 而這種東西 這種交換 事實上在量子計算裡面 在拓幅量子計算裡面 就相當於我們在做 傳統量子計算的這種quantum gate 這個一個一個加微波形成的gate 在這邊就會變成一堆一堆的交換來取代 而且它是有這個robust 所以你最後就可以對它做這個交換quantum gate 然後再measure OK 但是 我可能沒有時間講這個 Maria fremium是什麼 但是呢 這種 就在很多固態體系 你都可以實現 這個 這個拓幅量子比特的一個這種效果 OK 但是呢 但是 我直接先跳到後面講一點結論好了 但事實上 現在很多人都在不同的固態體系 看到了這個現象 但實際上 都還沒有人 大家都在做這個階段 Signature or Myia fremium 但是都還沒有人去驗證 又把它震的交換 再把它淹滅 再把它反的交換 再把它淹滅 它會發生什麼事 事實上還沒有人做到這一步 那 有很多的這個paper都被 有一些paper 重要的paper 發表了Nature的paper 被retrack掉 都是因為他們看到那個跡象 但後來卻 有點說 是其他的機制發生的 OK 或者是說 有些人甚至覺得他們也許沒有把 沒有不夠誠實 但這是見人見智 把所有的數據都放出來 去說服大家 所以 在有一篇 在不久之前的一個文章 這Charlie Marcus是做這個 Charlie Marcus是非常有名的一個物理學家 以前在哈佛 後來被 後來應該是被挖腳到哥本哈根大學去 那邊建立了一個 在微軟那邊建立了一個實驗室 就專門做這個專攻 他不是說專攻他做什麼都做 他量子點也做這個 超導就有點像做我們那個gatomo 這個 拓譜是他們的主力 他就說這個 experimentalist my need to stop trying to close the loophole 就是你看到這些現象都好像有一些洞 人家永遠找不到把那些洞全部填滿的 完全沒有被攻擊點的證據 我們應該直接就go ahead tryblading resistance see if it's robust qubit 就是我們應該就直接做一個blading交換 看看這個到底是不是一個qubit 是不是被拓譜保護的一個qubit 所以我們很多做量子 拓譜量子計算的人應該要把句話放在心裡 refery如果問你就 這個人家也這樣說 我們也許可以跳過 被質疑 我聽說被質疑 有沒有被retray掉我不清楚 對 所以 我今天本來就想講個概念性 我放了一些比較detail的 但是我覺得 沒關係 大家不一定要知道到那麼深 那時間也差不多 我想不如就在這邊打住 也許就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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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